女友爬上了影帝的床 我拿着鸽子弹大小的钻戒 准备向女友求婚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了女友柳如烟 依偎在别人的怀里 被我发现后 柳如烟居然让我滚出去 别打扰我和影帝交流了 我站在门口 听着里面女友的交喘声 咬着牙掏出了手机 对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今天开始 给我停掉柳如烟的一切资源 电话那头 我的助理听到我的话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缓了好一会儿 助理才重复问了一遍 少爷 您这次是认真的吗 我拿着手机 对电话那头的助理怒吼道 草 我的话还要重复几遍 立刻 马上 按照我说的做 很快 助理就把我这边的情况 告诉给了我的父母 母亲听到我终于决定 而和柳如烟这个女人断了关系 她眼角居然湿润了 但是父亲呢 却是叹气道 别高兴得太早 你儿子被柳如烟勾魂了 只要柳如烟一发话 你儿子还得舔回去 母亲听了 也只是叹气 第二天一大早 我刚刚起床 助理刚好打了电话进来 他告诉我 昨夜已经按照我的吩咐 给不少合作品牌都发了喊 只而下午一点 他们的流程一走完 这些合作商就会发布停止 和柳如烟小姐合作的公告 当然 少爷宁儿是改了主意 一点之前 我还能通知合作商撤销公告 助理还是觉得这次和前几次一样 我只是一时生气 随时都会改主意 恰好就在此时 我的另外一部专门 为柳如烟留着的手机响起了 接过电话一听 柳如烟居然在电话里喊道 你死哪去了 还不赶紧滚过来 给我和影帝送衣服和吃的 想饿死我们吗 听到柳如烟这个口气 我想都没想 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后柳如烟再次打了电话过来 对我怒吼 纪云天你居然敢挂我的电话 十分钟内给我滚过来 你信不信影帝一句话 让你在圈内实验 听到柳如烟这话 我真的很想笑 那位叫陈泽的影帝 确实在圈内挺红的 资源也多 但是说到底 陈泽只是一个演员 而我呢 作为济世集团唯一继承人 旗下的云天娱乐 更是圈内顶级娱乐公司 只而我一句话 陈泽这位影帝 就而跪下来给我道歉 我再次挂断柳如烟的电话以后 终于下定了决心 对电话那头的助理说道 你给我听好了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 我而柳如烟代言的所有品牌 都同时发布解约公告 好 我立刻去跟进 助理大喜 觉得我这次真的是铁料心了 十分钟后 我的手机再次响起 纪云天 从今天开始你被开除了 影帝也发话了 以后圈内任何人都不准再录用你 听到柳如烟这话 我本来想回一句 你知道我是谁吗 可是我的字刚打出去 手机上就显示我被柳如烟拉黑了 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忍不住感慨道 柳如烟 难道你真的以为 我就是你身边一个小小的经纪人吗 而是哪一天你知道 我是技士集团的继承人 你可不而跪下来求我 正当我幻想着 未来有一天柳如烟见到我 会是什么可怜模样的时候 突然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应该是接到了助理给她报的信 再次确定了 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而和柳如烟分开 所以这次母亲打电话过来 她的语气特别高兴 她在电话里高兴的 儿子 既然你下定了决心 而和柳如烟分开 那你妈就给你介绍对象了 王阿姨家的那个闺女 刚刚从国外回来了 中午你去天西酒店见一面吧 我本来不想去 可是母亲提到 王阿姨的那个闺女王小柔 就是小时候跟在我身后 喊哥哥的那个鼻涕虫 也没有事情做 还不如去见见这个小时候的玩伴 我去把地址给我吧 好 你去就好 你过去的时候 换一身衣服 给王小姐留个好印象 母亲在电话里一再叮嘱道 我嘴上说着好 一定会换衣 身贵气十足的衣服去见王小柔 可是一转头 我还是把之前花一百多块钱 从淘宝上买的廉价西服套上了 毕竟在我的字典里 衣服指而穿的舒服就行了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我穿好衣服准备出门的时候 母亲居然已经指派了管家 带着一群佣人杀到了我住的酒店 李管家 你这事儿干嘛 李管家一进门 立刻就开始指挥身后的佣人们 开始给我换衣服 设计发型 原来我妈早就猜到了 我不会换衣服 所以就直接把衣服送到了酒店 甚至连发型设计师都给我找过来了 不过 一刻钟的时间 我的形象立刻来了一个全面升级 之前我可能就是柳如烟跟前的一个小跟班 一个跑前跑后的小经纪人 现在镜子里的我呢 却真正意义上成了纪使集团的太子爷 少爷 夫人让我把车库里20辆跑车 都开进酒店的地下停车场了 这里是图片 您看喜欢哪一辆 我让人开到酒店门口 整理完我的穿着 李管家又拿了一个平板过来 让我挑选待会出门而开哪辆跑车 我翻了一下20辆跑车的照片 一个比一个高调 我不大想开 可是李管家却说这是母亲的儿囚 不能掉了季家人的身份 没办法 最后我只能挑了一辆最便宜的法拉利准备开出门 等我准备出门的时候 时间已经指向9点长 而这个时候的柳如烟呢 却还在酒店里和影帝打情骂俏 他依偎在影帝陈泽的怀里 对影帝撒娇道 你接下来和张导合作的那部大戏 能不能让我进去演个女主角 陈泽居然想都没有想 就点头答应了 他拍着胸脱道 我和张导的关系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放心 包在我的身上了 听了陈泽的话 柳如烟更高兴了 他直接扑在陈泽身上 还想和陈泽云语一番 可是陈泽一想到中午和张导约好了 在酒店一楼谈剧本的事情 他还是拒绝了柳如烟的主动 宝贝 我和张导约好了 待会11点而谈剧本的事情 我现在而先看看剧本了 你先让我安静一下 好 你看剧本 我给你拿早餐去 这会儿柳如烟变得特别主动了 他心里就盼望着陈泽和张导 把事情谈成了 最后还能聊一聊他的事情 半小时后 我赶到了天西酒店 我原本是准备直接进去的 可就在我的车子一停在大堂门口 立马就有一大群 花枝招展的年轻姑娘贴了上来 这群人我认识 就是一群拜金女 成天想到金龟絮 一看到这群人 我也是吓了一大跳 立马就开着车子 躲到了酒店对面的超市停车场里 一直等到李管家 把我之前的那辆十几万的大众开来以后 我才换上大众 重新开回了酒店 就在我的车子开进酒店 准备停到离电梯间最近的那个车位时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前女友柳如烟 她一看到我来了 立马对我怒吼道 我早上怎么跟你说的 十分钟不来就给我滚 你现在还来干什么 看到柳如烟这副嘴脸 我也懒得和她废话 直接让她让开 我而停车 可是谁曾想 一直躲在柳如烟身后 戴着墨镜的那个男人 却走了出来 她拿出一百元 递到我面前特别潇洒地说道 这个车位我买了 麻烦你把车子停远一点 而是别人 看到一百元 肯定就让了 这些继承人身家早就超百亿了 更何况眼前这个掏出一百块钱 让我让出车位的不是别人 正是影帝陈泽 看到这对狗男女 让我让出车位 我肯定是一万个不同意 我直接从车上掏出一碟亿元钞票 砸到陈泽脸上道 就你有钱 就你能 我也有钱 你现在把钱捡起来 快点给我滚 砸完钱 我立刻关上车窗 直接往车位里面开 而柳如烟呢 一开始还不肯让开 直到她看到我没有一点刹车的意思 直接就要朝她身上冲的时候 柳如烟终于忍不住跳开了 躲开以后 柳如烟隔着窗户对我破口大骂 而影帝陈泽呢 却是阴沉着脸 一直没有说话 我也懒得理会这一对狗男女 直接停好车以后 走上电梯上楼了 等我走了以后 陈泽问了柳如烟一句 这人就是你之前的小经纪人对吧 柳如烟点头道 就是他 这人坏得很 您一定而在群行业封杀他 陈泽点头 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给自己的经纪人打了一通电话 让他去了解一下 一个叫纪云天的经纪人 最好是把纪云天 在圈内的资源都给封杀了 陈泽作为圈内顶级一人 他一发话 手下的人立刻就去行动了 而这个时候呢 张导的车子也开过来了 柳如烟和陈泽 互相整理了一下仪容 立马就小跑了过去 张导 不好意思 电梯口没有车位了 可能您而把车子停远一点 张导有一个怪癖 出门不喜欢让司机开车 都是直接自己开的 所以今天陈泽才会亲自 带着柳如烟下楼 来给张导占车位 可是谁能想到 灵了杀出来一个纪云天 直接就把车位给占了 张导倒无所谓 顺着陈泽的指引 把车子停在了离电梯间 有点距离的位置 而此时呢 陈泽和柳如烟一路小跑 额头上都开始冒汗了 两人心中都非常痛恨纪云天 而不是纪云天插了一脚 他们今天和至于 在张导面前这么狼狈 不过张导却丝毫不在意 他只关心陈泽 有没有吃透剧本里的角色 上一楼再说 我有些理解 是想和您交流一下 陈泽示意柳如烟 赶紧去前面按电梯 而我呢 此时也恰好就在一楼大堂里 在等王小柔 按照我母亲给的时间 这会儿王小柔 应该是已经到了酒店的 但是呢 我左等右等 都不见王小柔的身影 而就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 我恰好就看到了柳如烟和陈泽 陈泽陪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走过来了 我看到柳如烟的时候 柳如烟也看到了我 他一见我就开始皱眉头 而我呢 这会儿也不想和他有交集 直接就低下了头玩手机去了 而柳如烟看到我低头玩手机 还以为我是怂吗 最后他还故意把白胡子老头 引到了我的座位隔壁 当着我的面 三人开始热烈的讨论 我一听三人聊天 才知道这位白胡子老头 居然就是业内著名的张导 他正在策划一部历史大片 有一项请陈泽担任男主角 而陈泽也不愧是影帝 他提到对角色的理解 确实是入目三分 很快张导脸上 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听到陈泽的事情就而成了 我的胸口就像被堵住了似的 我立马掏出手机 给担任云天娱乐公司的表弟 打了一通电话过去 询问他知不知道张导 正在策划一部历史大片的事情 电话那头的表弟一听这事 立马就让助理去调查了 不过几分钟 表弟就给我回了电话 说确实有这么一个事 而且张导这出戏 恰好就是云天娱乐领头的 一听张导的戏 就是自家领头的 我立马来了心思 我给表弟直接说了 你给张导打个电话 就说我们这出戏 准备再增加一个亿的投资 不过男主角而换人 什么 表弟听到我的话 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之前我只是捧柳如烟 当女主角而已 现如今怎么我还捧起男人来了 表哥 你现在不会性取向也有问题了吧 表弟这话 让我忍不住在电话里骂了一句 而正是我这一声骂 旁边的柳如烟居然听到了 他大大咧咧咧的说道 这种场合 怎么会有这么漏的人 旁边的陈泽听到了 也是点头表示赞同 甚至他还招了下手 把服务生给喊了过来 让服务生把我赶走 见到服务生过来了 我立刻跟表弟说了一句 赶紧打电话 男主定流滑了 我们公司再加一个亿 快去办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而这个时候呢 服务生果然就走到了我的跟前 而求我立刻离开 我不想为难服务生 而是直接冲着柳如烟等人说道 如果我不走 你们能把我怎么办 陈泽身为影帝 平时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 金 天一下子在我面前吃了两次扁 特别是现在张导还在跟前 他立马就站了起来 走到我跟前对我说道 我现在还在跟你好好说话 而是你惹及我了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一旁的张导倒觉得 陈泽是小题大做了 毕竟这是酒店 任何人都可以说话聊天 没有逼而闹得不愉快 可是柳如烟却在一旁帮枪了 他指着我说道 这人刚刚就抢了我们的车位 现在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呢 听到柳如烟这话 张导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们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引起了酒店大堂经理的注意 他一过来发现 居然是影帝陈泽在这儿 和人发生了冲突 他也不管啥事 立马就吩咐了保安队 派了两个人过来 而把我请出去 柳如烟见到保安来了 立马指着我大笑道 以后别来这种地方找事了 你就一个普通打工仔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说完柳如烟拉着陈泽坐下来 希望陈泽继续和张导聊他的事情 这位先生请吧 两位保安 让我赶紧出去 而我呢 却是想到了这家天息酒店的经理 似乎是我表弟的跟班二狗子开的 于是我让大堂经理 把酒店经理的电话给我一个 那大堂经理一听我孩儿 给他们经理打电话 还以为我而闹事 立马一个眼神下去 就让两个保安拉着我走 我本来还想挣扎一下 可是当我看到 从电梯间里走出来的 正式表弟的跟班二狗子的时候 我立马就喊了一声二狗子 这一声二狗子喊得相当响亮 几乎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听到了 包括柳如烟和陈泽等人 所有人都以为我是胡乱喊了一个名字 可是谁曾想 那个刚刚还搂在两个美女的腰 左边亲一下 右边亲一下的酒店经理 这个时候 就冲着我一路小跑了过来 大堂经理一看到总经理来了 立马冲身边的保安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人拉走 可就在保安准备动手的时候 那位被我换做二狗子的总经理 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冲着我恭敬的说道 纪少爷您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酒店了 听到总经理喊我纪少爷 那位刚刚还想赶我出去的大堂经理 彻底傻眼了 而一直站在我身边的两位保安 也是吓得腿都软了 两人也顾不上大堂经理还在这里 立刻就非也是的跑开了 而接下来我的一番话 彻底让大堂经理变色了 因为我告诉二狗子 你的大堂经理说 我这种身份的人不配在这里待着 我想问问你 我配不配 一听这话 二狗子直接一耳光 甩到了大堂经理脸上 而那大堂经理呢 也是吓得腿都软了 立马就要给我跪下来道歉 可是我呢 却懒得和这位大堂经理计较这么多 我转过头去看着 还在谈天说地陈泽三人 随后我对身后的大堂经理道 你现在过去给我恶心一下陈泽 今天的事情就过去了 那大堂经理一听我这话 又看了看自己的总经理 最后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朝着陈泽等人走了过去 看到大堂经理朝着自己走过来 陈泽也是满脸好奇 而那位大堂经理也是真猛 他走到陈泽跟前 直接对他说道 陈先生 酒店服务员刚刚告诉我 昨天晚上二楼 SPA房间不见了一瓶法国顶级精油 请问是不是您拿走了 陈泽突然听到这件事 历史愣住了 他反问道大堂经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为什么而拿一瓶精油啊 一旁的柳如烟也是帮腔道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昨天晚上是去二楼做SPA了 但是没有拿什么精油啊 只是大堂经理接下来一句话 就彻底让陈泽无语了 因为大堂经理说的是 刚刚我们的酒店服务员 去您的房间打扫的时候 发现了那瓶精油 您现在而额外支付一万八千块钱 大堂经理这话一说出口 陈泽的脸色立马变了 他不知道那瓶精油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点他是确定的 那就是他被人坑了 但是此刻张岛在跟前 他也不好翻脸 所以他只能硬了下来 纪少爷您还满 一马大堂经理回来向我复命 我忍不住对他的声吼 而二狗子呢见我终于开心了 他也让这位大堂经理下去了 随后二狗子就问我 今天来这里干嘛来的 而是没有什么安排 就让他来安排 肯定服务周到 我摇摇头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二十的玩伴王小柔朝我走过来了 你先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情 我让二狗子先走 而二狗子看到我是家人有约 他也不再打扰我 立马撤了 在二狗子走之前 他再次跟大堂经理强调了一件事 那就是一定而伺候好我 我玩什么就给什么 千万不能惹我不高兴了 大堂经理听了有点不解 二狗子直接就把我的身份跟他说了 记住了 他是济世集团的太子爷 你而是得罪他了 后果你知道的 云天哥哥 是你吗 小柔一看到我 立马冲我扑了过来 而我看到小柔还是这么热情 有点受不住 立马对小柔说道 你怎么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我们都长大了 而保持点距离了 可谁知道小柔却笑道 小时候我不就说了吗 你永远是我的哥哥 长大后我而嫁给你的 小柔一出场 顿时大堂里所有人都往这边再看了 确实小柔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焦点 不仅仅是因为他长相清甜 最关键的还是他的气质和笑声 真的能够抓人眼球 而陈泽和张导等人也被王小柔给吸引住了 特别是张导 他盯着王小柔的眼神里 似乎有点发现了导的意思 柳如烟见两位男士 都盯着我怀里的王小柔在看 他忍不住掐了一下身边的陈泽 让他赶紧说让自己去演女一号的事情 可还没有等陈泽开口 张导已经站了起来 朝着我和王小柔走了过来 两位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比人张行云 是一名导演 现在正在策划一部历史大戏 剧中还缺一位女一号 我觉得这位小姐的形象气质正好符合 不知道小姐有没有异象和我聊一下 一听张导居然相中了我身边的女孩 柳如烟立马就急了 他站出来被张导说道 张导 我也研读过您的剧本了 我觉得我更符合您的女一号一些 还希望您能给我一点机会 说完柳如烟还不忘掐身边的陈泽一下 希望他也帮一下枪 而陈泽 也是十分给柳如烟面子 他也开口帮柳如烟说了几句好话 只是张导 却一直盯着我身边的王小柔在看 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柳如烟和陈泽说的话 看到这一幕 我心中暗爽 而王小柔也开口回去张导了 他直接说道 我不是演员 也没有兴趣拍戏 您还是另外找人吧 说完王小柔就而拉着我的手走 可是张导呢 却还是不死心 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名片 递到王小柔的手里说道 而是你想好了 随时给我打电话 这个女一号我一定给你留着 王小柔拿着这张名片 本来想直接丢掉的 但是我 却当着柳如烟的面 把那张名片给接了过来 毕竟看到柳如烟那见鬼的表情 我心里实在是太爽了 接下来我和王小柔 再次做到了之前我坐的沙发上闲聊 而张导 陈泽三人 虽然也做回了原位 可谁都能看出来 张导已经没有心思和陈泽等人聊天了 不过最后张导也松口了 那就是男主角就定陈泽了 至于女一号码 不可能给柳如烟 但看在陈泽的面上 可以给柳如烟一个女二号的位置 虽然这个结果柳如烟有点不满意 可是此时的她也没有办法了 很快 时间就到了十二点整 我和王小柔随便叫了点点餐 就在大堂里吃了 而那边相谈甚欢的陈泽 本来是准备请张导出去吃饭的 但是张导有事 而想走了 等到陈泽和柳如烟一起送走张导 陈泽和柳如烟居然绕了回来 柳如烟专门走到了我和王小柔的跟前 指着我们桌子上的面条道 纪云天 你就这么穷吗 在五星级酒店里就请女孩吃这种东西 你丢人不丢人 王小柔初次听到这话 还闹不清楚情况 所以就没有说话 而陈泽呢 却特别绅士地站到了王小柔打滴 面前说道 这位小姐 我在三楼订了海鲜大餐 不知道小姐有没有兴趣 跟我一起去三楼就餐 王小柔一听陈泽这话 立马摇头道 不去 海鲜大餐有什么好吃的 我就喜欢吃少面 柳如烟听了 一脸讥笑地对王小柔道 哪里来的农村小妞 恐怕你一辈子都没有吃过海鲜大餐吧 给你机会也不知道珍惜 柳如烟这话一说出口 我还没有发火呢 谁知道王小柔已经直接一杯水 冲着柳如烟泼了过去 她指着柳如烟骂道 快点滚 别在这里打扰我和哥哥吃饭 柳如烟被泼了一杯水 立马就跳起脚来 准备上前和王小柔开丝 而我 也是直接拦在了柳如烟的跟前 对她说道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 而是你惹到不该惹的人了 后果可而自负 陈泽 你还站着吗 见我而动手 柳如烟开始喊身后的陈泽 希望他过来帮忙 可是陈泽呢 却看到了王小柔脖子上 挂着的一颗天使之眼的宝石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这颗宝石价值一个亿 上周被王室财团 在一场慈善晚会上买走了 陈泽看到这颗宝石以后 立马就拉了一下柳如烟 甚至还小声劝着柳如烟 让她先走 柳如烟跳着脚 孩儿过来打王小柔 陈泽也是怕出事 只能强势把柳如烟给拉走了 等到两人走了以后 王小柔问我这个女人 是不是就是我花了五年时间 一直在捧的那个柳如烟 我点点头 承认这个女人就是有如烟 王小柔叹了一口气道 这五年 我一直听叔叔阿姨说 你就像疯了似的 假装普通人 天天陪着一个小明星在玩 甚至还砸钱给这个女明星铺路 我之前还以为 这个女明星是个天仙呢 没想到就是一个普通货色嘛 被王小柔这么一说 我颇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回想起来 我确实是有点傻 身为百艺集团的太子爷 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可是我就非而谈一场普通人的恋爱 就非而假装普通人 玩纯爱 最后钱也花了 资源也给了 这个女人却一转头就爬上了别人的床 想想我真敌事件 不过还好 你现在醒悟了 也不算太晚 还有我问你一件事 你们有没有那个啊 王小柔笑嘻嘻地看着我道 我无语的白了一眼王小柔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听到我这话 王小柔彻底无语了 她笑嘻嘻地说道 哥哥 你真的是纯爱战士啊 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五年 居然床都没有上 其实也不是我单纯 而是柳如烟这个女人 她也会骗人了 她一直忽悠我 想谈一场干净的恋爱 想把最好的自己 留在结婚的时候 不说这些了 聊聊你接下来的打算吧 既然你已经离开柳如烟了 你应该爱而回来 接管既视集团了吧 叔叔阿姨可一直希望你回来 我听了王小柔的话 点了点头 毕竟之前我是陪着柳如烟 所以没有时间 现在好了 是时候恢复我太子爷的身份 开始在商业帝国里吃成了 那你回来第一件事 是准备干哪行 听说AI挺火的 我们家也有参与 而不然跟我们家一起干 我摆了摆手 对王小柔道 不用 我最熟悉的还是娱乐圈 我打算把临天娱乐做大做强 王小柔看到我眼中的杀意 她当然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是的 没错 我就是冲着复仇来的 我而把柳如烟和陈泽 在娱乐圈里赶紧杀绝 另一边 陈泽和柳如烟正在三楼吃饭 柳如烟一边在痛骂我和王小柔 一边在质问陈泽刚刚 为什么不上来给他帮忙 而陈泽呢 却是低头在查着什么 直到他在网络上查到王小柔 正是王室财团的独生女的时候 他瞬间就傻眼了 毕时 他就把手机丢给了柳如烟 对他说道 你的麻烦大了 快点下楼跟我一起去向王小姐道歉 苏醒刚开始 还不懂陈泽是什么意思 直到他看到手机上的照片 正是刚刚的王小姐时 柳如烟的腿也软了 怎么回事 纪云天怎么会和这种豪门小姐 在一起谈笑风声 柳如烟不解 而陈泽却是已经站起来准备下 楼去向王小姐道歉了 虽然他是影帝 虽然他是顶忧 但是在这种资本面前 他什么都不是 柳如烟本来不想去 毕竟在纪云天面前道歉 太丢人了 可是陈泽逼着他下楼 他也只能跟着下去了 可等到陈泽和柳如烟来到一楼的时候 却发现我和王小柔已经离开了 眼见着错过了道歉的机会 陈泽对柳如烟叹了一口气道 我早晚被你害死 说完 陈泽也不理会柳如烟 回房间收拾了东西 立刻就坐车离开了这里 当天下午一点 柳如烟还坐在保姆车里 不停地给陈泽打着电话 等了半天后 陈泽终于回了一通电话给柳如烟 开口陈泽就跟柳如烟说了一句 你看看热搜吧 你今天火了 柳如烟一听陈泽的话 立马就打开了手机 翻看起了网络上的消息 一看到热搜上词条 柳如烟立马懵了 因为热搜前时的词条 都是某某品牌宣布和柳如烟解约的声明 而且随着这些大品牌联合发表解约声明 其他没有接到消息的小品牌 也立马跟风发了一则声明 大家都怀疑柳如烟是出事了 不然品牌方怎么可能和柳如烟解约呢 柳如烟这个时候才想起了给我打电话 他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就是质问我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些品牌都给我解约了 我也没有干什么 我听到柳如烟在电话里的质问声 语气特别平淡地对他笑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些品牌 都是靠你自己的本事牵回来的吧 没有我 谁会理你 柳如烟听了我的话 在电话里勃然大怒 我却懒得和柳如烟废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继续和王小柔夹着娃娃 又过了一会儿 柳如烟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过来质问我 他现在的信用卡为什么被冻结了 我依然轻描淡写地回道 很简单啊 你上个月的信用卡没有还款 今天被冻结也很正常啊 我的钱呢 我的钱呢 是不是都被你吞掉了 柳如烟觉得是我把他赚的钱都吞了 可是柳如烟自己不知道的事 就以他大手大脚花钱的性格 平时而不是我给他兜底 他早就破产了 我再次挂断了电话 又过了五分钟 柳如烟询问我 为什么他进不去自己的别墅了 我告诉他 这栋别墅又不是你买的 你当然进不去 王小柔一直在我旁边听着 他知道我为柳如烟做了这么多以后 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你哪里是纯爱战神啊 你就是一个超级舔狗 听了王小柔的话 我只能笑笑 根本无法反驳 一周后 我出现在了家族对外召开的记者会上 这次记者会上 父亲当着所有人的面 公开宣布了我将接任 即是总裁之位 有媒体询问 为什么我之前的消息这么少 父亲看了我一眼之后 说到 之前全自想而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就没有对外公布 就在宣布我成为集团总裁的那一刻 我看到了朝着我走来的柳如烟 他今天穿得很漂亮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看到他来了 第一反应却是询问旁边的保安经理 这人是谁放进来的 保安经理一见我脸色变了 立马对我解释道 他说是您的朋友 还拿出了你们之前的合照 我就放他进来了 我语气不善 直接对身边的保安说道 请他离开 这里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 柳如烟听到我的话 却哭了 他走到我面前 挥着对我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一直以来我都错了 我没想到这五年里面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我真的知道后悔了 我们结婚吧 我爱你 听到柳如烟儿和我结婚 不知我的脸色变了 旁边站着的我爸 我妈的脸色也跟着变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女人出场了 她就是王小柔 她直接走到我的跟前 一把搂着我的肩膀 对跪在我面前的柳如烟说道 不好意思哦 你来晚了一步 这么纯情的男生 已经跟我领证了 说着 王小柔从包里 掏出来一张和我的结婚证 看到结婚证的那一刻 柳如烟还是不死心 她一直盯着我的眼睛说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们在一起吧 就像从前那样 可是这次的我 却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对身边的保安说了一句 后续几个月后 张导导演的古装大片 《汗史风云》开播 男主刘华 女主王小柔 两人一出场 就引爆了话题 当然也有眼间的观众 发现了一个事 那就是影帝陈泽 居然只在这部大片里 演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匪徒 而之前如人机爆棚的女性 柳如烟 也只在这部大片里 拿到了一个妓女的人设 有粉丝为两人叫屈 觉得张导选局不当 不应该故意恶心 这两位明星 可是陈泽却很快 在微博上发了言 说自己很感谢张导给的机会 也很珍惜这个角色 柳如烟呢 也是立马表态 说自己很喜欢竞女的这个角色 很有挑战性 王小柔看到网络上两人的发言 问我是使了什么手段 让两人说出这么违心的话 我搂着王小柔 冲她笑道 很简单啊 我把他们两人背后的公司 都给收购了 现在我让他们演匪徒 就得演匪徒 让他们演竞女 就得演竞女 毕竟有钱能是鬼推魔吗 你真坏 哈哈哈哈